一艘全速前进的航母在紧急刹车之后 需要多久才能完全停下来呢 以美国尼米字级航母为例 当它以超过30节的最高航速 也就是56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航行时 从关闭引擎到完全静止 大概还会驶过4.8到8公里的距离 幸好这是在宽阔的海面上吧 否则这样的刹车距离 会把自己撞来什么都不剩的 稍等 这不是刹车 只是切断了前进的动力而已 并没有像汽车的刹车那样主动做点什么 让自己停下来 是的 同样得益于海洋的宽广 船在水里面是真的很少有踩刹车的时候的 但这要是遇上极端情况 比如前方有一排水雷等在那 就不能只是这么躺平了 不管是航母还是别的什么船 都会做一种叫做完全倒车停船的测试 就是当船长下令刹车的那一刻 马上将全速向前推进的螺旋桨反过来转 使它切换到完全倒车的状态 以此来达到主动刹车的目的 缩短船只的刹车距离 采用这种方式后 航母终于可以在大约1.6公里的距离内停下来了 缩短到只有原来的1.5 相当可观 不过1.6公里也不是个小数 都可以绕操场跑上4圈了 万一水雷离它就只有200米远 好吧 那就只能站得躺平了 也不是 曾经有一艘战列舰就用了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 直接将刹车距离缩短到原来的四十分之一 使270米长57000吨重的船身 从时速61公里减到完全静止 使用了180米的距离 这个效果 把F1的刹车丢到水里面都不一定能够做得到 所以 你猜猜它是怎么做到的 首先我要告诉你 它肯定不是电影超级战舰里面的那艘战列舰 没谁会真的用抛锚来杀船的 那么 船上还能用的东西有哪些呢 这样 我来给你一些提示 完成这个操作的是一艘威斯康星号战列舰 它是爱荷华级战列舰中的一艘 咱们先来看看它的船体结构是怎样的 重点放在船尾的动力部分 爱荷华级战列舰拥有4个推进螺旋桨 两个靠外两个靠内都是并列着排列的 并且两组螺旋桨的奖页数还不一样 靠外的14号螺旋桨有4个页片 而靠内的23号螺旋桨则则有5个页片 所以要更加庞大一些 同时你仔细看 与23号螺旋桨几乎成一条直线排列的 是爱荷华级战列舰的那两个巨大的尾舵了 于是这两个尾舵就在船身下方 人为的造出了一个虚拟的隧道 让大量的水流重重通过 好了提示到这儿 你现在能猜到它用的是什么方法了吗 来三二一 它是将原本只能同步旋转的尾舵解锁后 把它们都向内转动90度 关闭中间的虚拟隧道 利用水流的强大阻力 来帮战舰快速减速的 跟高速降落的飞机用的减速才是一个道理的 有没有被惊到 这项测试据说发生在1958年 当威斯康星号战列舰即将退役之时 美国海军觉得就这样直接把它退了 好像有些亏啊 干脆拿它做点之前一直想做 但是却一直就不敢做的事业 为什么不敢做呢 因为它可能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嘛 你看爱荷华机战列舰是装着双舵的 双舵既有利于战舰在水面上的灵活机动 又可以在一边战损后利用另一边继续保持工作 还可以 海军给它起名叫做古舱门党 让它们像古舱的两扇门一样向内关闭 把水流给堵住 实现所谓的紧急停止了 但强大的水压势必会对战舰的结构 尤其是尾多的结构造成一定的破坏嘛 正常情况下要做这样的实验成本太高了嘛 但既然威斯康星号都要退役了 那就不做白不做呗 于是1958年的某一天 海面上的威斯康星号 四台螺旋桨的转速被逐步加速到215RPM左右 此时它迎来了自己的急速 大约32节左右 随着船长一声令下 螺旋桨被搬到反转 两个尾舵也向内扣起 站在船头的水手 立马也搬起一块木头 对着侧面就扔到了海里面 接着赶紧抓住旁边一切可以抓的东西 否则急速刹车的战略剑 就会将它也给摔到海里面去了 一阵巨大的晃动之后 威斯康星号很快就停了下来 水手开始沿着侧前 去寻找那块被扔到海里面的木头 发现它此刻正安静地漂浮在三号炮塔的附近 这也就是说从开始刹船到完全停住 威斯康星号只向前继续行驶了三分之二个船船的长度 180米左右 是正常距离的十分之一 绝对的开挂 虽然韦多的确是受损了 以至于在1980年代重新启用时 不得不对它进行维修才能够再下水 但好歹嘛 面对200米前方的水雷 用这个方式你至少还能够有维修的机会 所以同样也是用了双舵的航母 是不是也能采用骨仓门档的方式来快速撒船呢 理论上可以 但实际上就连反转螺旋桨的完全倒车停船 都是几乎不可能用的 我在CORA上看了一篇这样的高瞻回答 打主说他在80年代早期 正好在引擎室内经历了一系列肯尼迪号航母的紧急停船测试 所以是很有发言权的 用他的话来说 当紧急停船时 整个引擎室都变得混乱不堪了 航母开始摇晃 操作台的仪表开始飞快地旋转 舰员们开始大声地报告时刻变化的压力数据 灰尘和污垢从震动的管线上被崩了下来 你只能紧紧地抓住身边的东西 才能勉强保持站立 螺旋桨周围的水沸腾了 于是开始失去抓地力 或者该说抓海力 82,655吨的金属正在集体发出抗议的声音 好吧 都这样了 还有谁敢在他身上去试更加刺激的股仓门档呢 我是火箭书 关注 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 � Thanks 对